首相署昨天一声令下宣布 全国在四天之后进入全面封锁 以控制一发不可收拾的新冠疫情 沙巴与马六甲两州首长 今天都齐声响应中央政府 关闭非必要的经济领域 不过沙拉越却独排众议 坚持行使本身的管辖权 拒绝全面封锁 更强调沙州与半岛有别 无法完全暂停所有的经济活动 中央政府宣布全面封锁令的政令 并没有获得东马的沙拉越州政府 点头同意 沙州旅游部长阿都卡林 昨天告诉媒体 在首相做出宣布之后 沙州天灾管理委员会 并没有探讨收紧现有的管制措施 相反沙州将会持续落实 原本从今天开始 一直进行到下个月11号的 州行管令 尽管沙州的单日确诊病例 近期名列全国三甲 更有不断飙高的趋势 但是阿都卡林依然强调 沙州有别于西马半岛 无法完全关闭所有经济领域 沙州政府这一项决定 相信是呼应中央政府早前答应 将会在八月底前提供沙州 完整疫苗供应的承诺 而临近沙拉越的沙巴州 虽然疫情相比早前轻微 但是沙巴首长拿都哈之之 却表明不会掉以轻心 将会跟随中央政府的脚步 同步实施全面封锁 他今天在文告指出 州政府会在近期内公布相应的防疫程序 包括列明哪些经济领域与服务可以营业 此外马六甲州首长拿都斯里苏莱曼阿里 也决定加入全面封锁的行列 他今天出席活动后敦促甲州人民 必须全面配合这一项及时到来的封锁令 别再让疫情持续恶化 因为甲州的单日确诊人数 开始从三百宗不断激增 苏莱曼阿里也透露 加州有3934人在注册接种疫苗后 却爽约白白错失了免疫的机会 因此他要求州民务必赴约施打疫苗 为所有人着想 另一方面由官方与非政府组织 联办的免费消毒行动 正在甲州各个疫情红区如火如荼展开 包括万里茂和野心 身为野心国会议员的农业及食品工业部 第一副部长 拿都斯里安莫寒扎 今天在巡视选区的消毒工作后说 加州的疫情已经来到令人非常担忧的地步 阿莫寒扎认为 针对住宅区进行消毒 除了阻断病毒在社区传播 相信也能够让当地惶恐不安的居民放心